旧国团花莲县工商青年社会服务队举办爱心捐血活动 吸引了很多民众前来晚秀热捐 114年3月份即将结束了 旧国团花莲县工商青年社会服务队总干事林业智 旧国团花莲县服务组组长徐晓梅 服务组辅导员王俊华 宏光功德基金会花莲办事处 花莲县市面代表韩丽美带领着施工伙伴们 展现服务热忱 让现场热闹滚 同时也招呼捐血人服务的工作 与民众一起来做善事 旧国团花莲县工商青年社会服务队总干事林业智表示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捐血中心面临缺血的情况 而日前疫情趋缓了 所以主动发起捐热血供应活动 因为这是一项非常棒的服务 办理捐血活动来照顾乡亲 允许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 让捐血一代生命之爱 是爱心的奉献 服务热尚爱 传爱台湾 爱心捐血 公益活动 捐血一代 旧人一命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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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